好,再来呢 后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AlphaGo 这个就是DeepMine 刚前面说过DeepMine做的 那DeepMine后来被Google买去了 所以大家记得是Go做的AlphaGo 那为什么AlphaGo这件事情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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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家是这么的重视呢 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不管是围棋的老师 还是电脑科学家 大家都一致公认 要那个电脑可以打败那个围棋 职业围棋式的话 就是围棋的职业高手的话呢 基本上呢 基本上大概是要50到100年 那个每个人做的预测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很久 那没有想到AlphaGo在2016 就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就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真的蛮厉害的 人工智慧好像真的可以做一件事情 好,所以大家就开始研究人工智慧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为大家打开暗黑的世界 看说这个黑盒子里面到底长得怎么样 其实没有很复杂 好,再一次我们一定要研究知道它的原理 那我们知道它的原理 我们才知道这个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这些东西 好,那首先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 什么是那个全连结型的神经网路 就是标准神经网路 就全连结 正式名称是全连结 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这是在上个世纪就很火红的model 就是这样的神经网路 然后这个神经网路其实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一个一个的单元就是神经元 它的最基本的单元就是神经元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圆 一个一个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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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呢 就是神经元 就是神经元 好,就是我们模拟人类的状态就是神经元 那神经元中间就跟人类一样就是有连结的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其实要设计一个全连结神经网路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对不起两件事情 我们只要有两组数字就可以设计一个神经网路 所以呢五岁的小朋友就可以设计神经网路 那回家的时候 如果家里还有五岁的弟弟妹妹的话就去问他 就让他帮你设计神经网路 你怎么问呢 第一个要问的问题 像这边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个是输入层 这个是输出层 这个是我们在设计函数的时候就决定了 像这边有两个输入 这边有一个输出 这是我们设计函数的时候 就是我们问完问题设计层函数的时候 这就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 中间这边就是我们的黑盒子 所以都叫做隐藏层 所以你今天要决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数字你要决定 就是你的隐藏层的数目是多少个 所以你又可以问你的五岁的小弟弟或小妹妹 就说问他说 请问一下你最喜欢哪几个什么数字 他说三 好那我就做一个三层隐藏层的神经网路 就这样 所以这个最大的架构就设计好 那再来你要设计什么呢 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层的神经网路 两个隐藏层的神经网路 那再来我们就要问他下面的 如果他说三的话就要给我们三组数字 那这三组数字是做什么的呢 比方说他说第一个是30 第二个是80 第三个是90 那就是第一层隐藏层30个神经元 第二层80个 第三层90个 也就是我们再来就是决定说 每一个隐藏层需要几个神经元就好 像这边就是决定第一个隐藏层是三个 第二层隐藏层是三个 就这样就这样 好这样就结束了 好这样就设计完了 为什么这样就设计完了 因为它的连接方式是固定的 就是每一层到下一层的时候呢 都是要完全连接的 意思就是说这一层 比方说这一层到下一层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一定会连到第一个 它也会连到第二个 它也会连到下一层第三个 就是这样 那比方说这一层的这一个也可以 它会连到下一层第一个 它会连到下一层第二个 它会连到下一层第三个 所以这叫做完全连接 所以我只要决定隐藏层的个数 我只要决定神经元的个数 每一层隐藏层的神经元的个数 我就可以知道 我就可以设计好一个神经网 就已经设计完了 基本上就设计完了 差一点点了 但是基本上就设计完了 好 然后设计完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神经网就这样设计 好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事情说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什么运作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今天 比方说这个神经元它会收到这边的刺激 其实就是数字啊 它会传一些数字过来 那我收到这个数字之后 我怎么样决定一个数字再传给别人呢 那所以我们就只需要学说神经元 一个神经元它的动作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 就是我们今天 如果今天要设计一个神经网路的话 只需要知道说我要用几个隐藏层 只需要说每一层要用几个神经元 我们顺便说一下 通常是三层或三层以上的神经网路 我们叫做深度学习 这个原因是因为上个世纪 大家大概都只做一层两层 基本上没有人做到三层 因为我们有伟大的Universal Transmation Theory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一层就够了 那最多给你面子两层嘛 所以说我们不会做三层型的神经网路 其实是三层的也不会动 就像以前电脑跑不动 然后所以说大家就做一层两层的 那现在为了跟以前的世代有点区隔 所以我们叫三层或三层以上的 就叫做深度学习 好 那但是后来又发现又有弊病了 又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明明有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有些问题 你一层曾经我们就学得超好 两层你学得超好这样子 那但是因为听说三层才叫深度学习 那所以大家都硬是要弄成三层 那后来他就说大家不要这么无聊 你可以用几层就几层 做好就好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原则上基本上就是 现在也开始引申推广说 我们只要我们只要说任何的任何的陈述 只要是用神经网络去做的 我们就叫他深度学习 好 那最后一点是我们需要决定激发函数 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说 好 那所以呢 每一个神经元这个重点就是说 每一个神经元他的基本的动作 他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神经元到底是用什么动作 那其实很简单 我们现在就拿一个神经元出来 每一个神经元如果你去观察他的话呢 就会发现说 他都会有好几个输入 若干个输入 但是他都只会有一个输出 好 再一次他就有若干个输入 但是只会有一个输出 就这样 若干个输入一个输出 好 那你可能会想说好像不太对 这个刚刚前面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 像这边 他有两个输入 但是他输出给他 输出给他 输出给他 不是三个输出吗 为什么说只有一个输出呢 那原因是因为 因为这边的输出 他输出给他 传给他的指 传出去的时候的指 还有传给他 传给他的时候 传出去的时候的指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输出而已 只是会传给三个 三个神经元 就是这样 所以 每一个神经元的动作都是 接受外面的三个输入 然后只有一个输出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那我怎么样子 接受到某一个输入的时候 我到底怎么样决定我的输出 好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好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我们神经元 这是模拟人类神经元 所以至少我们觉得 好像在模拟人类神经元 然后就是 模拟人类神经元 或是得到从人类神经元 那边得到了启发 所以我今天可能 比方说我是视觉神经 然后我今天连的一号是视觉神经 这个也是视觉神经 然后这个可能是听觉的神经元 然后这样子连过来 所以视觉神经元当然比较重要 那在人的身体里面就是我们的连结就比较粗 那这个听觉神经可能比较不重要 那人的身体里就是连结比较细 那神经网络也是 他就判断外面的资料 对他这个神经元来说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的 好就这样子 那数学上要表示他的时候就是他都会给个权重 就是X1这个神经的这个输入呢 他就会连到W1这个权重 然后X2就会连到W2这个权重 X3就是W3这个权重 那权重越大的话就是越重要 权重越小就越不重要 那权重怎么来的 就重点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神经网络要去学习的 权重就是神经网络要去学习的地方就是这些权重 好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会做一个加全核 好 就W1乘上X1 W2乘上X2 加W3乘上X3 就是这样 加全核合起来了以后 就是我们的可以看成说我接受到总词机 从外面来的总词机是这个数字 这指一个数字 好 然后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呢 通常我们会做一个平一的调整 就上上下下调整一点 就是有可能我们每一次输入的时候 我们都要加上3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们都要加上3 或者我们都要加上-2之类之类 都会加上一个数值 那这个数字怎么办也是学来的 好 再一次神经网络需要学的东西就是这个权重 W1 W2 W3 还有这个B都是学来的 那所以我们在最后的那个受到总词机的公式 就是加全核之后再加上我们的偏值B 就是我们接受到总词机 好 然后呢 会有一个问题 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们下次要讨论的一个主轴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会发现说呢 我们今天会发现说呢 这个函数 大家看一下 依大家高级的数学的基础 就会知道这个函数其实是线性函数 那你在线性怠数的里面呢就会知道 虽然线性怠数其实不交的其实是线性转换 跟线性函数差一个平移 好 那就是总而言之呢 你在线性怠数就会了解到说线性函数加线性函数 基本上还是会线性函数就是这样 然后线性函数合成线性函数还是线性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轰轰烈烈的这么多个神经元 我们再回去 这么多个神经元 这么多个神经元 这样运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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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时候 如果是每一个都是用我们刚刚的 刚刚的这个公式 就是先做加全核再加上偏值这个公式 它是一个线性函数的话 最后还是会是一个线性函数 它既然是线性函数 我们就直接用高级的那个线性回归去做就好 我们就不需要去考量这么复杂的问题 就这样 那所以说呢 我们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未来我们会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下一次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说 那神经网络是怎么解决的 所以基本上的最动大动作就是这样子 就加全核加上偏值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大家其实也可以回去想想 你做了什么事情 需要让它变成不是线性的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下次会再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